搜索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个APP 然后呢 那个是没有完全没有危害的 这个只是一个健康打卡 然后搜到以后呢 你点一个那个健康打卡 看看右边那个 它是一个给你通行的一个箭头 还是一个心里面再加一个圆圈 今天肥猫啊 他们都试过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我们隔壁那几个酒店 今天早上都说嘛 我们在大家这个酒店群里 他们都说48小时核酸就可以接待了 但接待能不能出门就有另外一说了 刚才奥杰还对我说 大师你快感谢飞机 我老婆我老婆他现在心子不带上头 他在听书呢 人家各有自己的乐趣 你一个做一个人你没乐趣 那就那就说的话就没意思了 还有小凯子很 小凯说他都没申请过 怪我这四年我一直让小凯有空过来乖 我请他吃饭他一直不过来 因为他连那个那个都没申请 咱们好 明天到星期六了 星期六呢也没什么大事 这两天我忙的事都忙完了 唐食 唐食就可以了 但唐食要当心啊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我最近你看就算我这边啥事都没有 我还是一般唐食很少 到现在这两个月没有没有唐食过 我那就算了一下 我就是我 但凡你说得出来的 我在能吃到的这些吃个东西 大部分95%我都自己在家里能做 而且我做的味道都不错 想吃什么在家里 我去买食材都在自己家做 但唯一有几种我自己家做不了的东西呢 牛蛙干锅 我老婆不高兴弄 牛蛙的东西看着怪磕成的 第二个呢就是 第二个就是那个就是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家里烤也不容易 而且必定烤得好 他那个要烤得皮脆 现在一般的就北京烤鸭出去吃吃 其他东西都自己家里能做 不是说万能吧 就基本上都都会做 累个屁啊 你一天在外面上班 然后到了家你当然觉得累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 就找点乐子 我就把这个 我跟我老婆就把那个每天做一点点自己想吃的菜 就当做一种生活氛围 你知道吗 当做一种娱乐 很有成就感的东西 那你就看 就在百无聊聊的情况下 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好想吃什么 然后去买个菜 顺便兜兜风 那我才会来后处理一下食材 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顺便直播一下 给别人看看 你的幸福生活 然后秀秀优越感 然后自己再能吃到美食 然后又得便宜 多高兴啊 归根道理 咱们的生活还是不一样 你跟我讲 我跟你讲都说不通 因为这怎么说呢 就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不一样 对不对 好了 吃完了 然后顺下来的鸭蛇 其实吃不了多少根 我就跟他讲讲 现在外面鸭蛇 非常暴敌 我看到的鸭蛇 就比如说贵点的刘福鸭 刘福的鸭蛇是140克 一小盒 140克里面几根啊 15根 我这点就有15根 就这么一小碟 你要了多少钱 54块钱 就这么一点 54块钱 那实际上15根成本多少钱呢 我算过 1块1毛5一根 为什么说1块1毛5一根呢 我买的是最好的鸭蛇 就是去了蛇胎 不新的 然后你来看 你来看 糖口我让他扫一下 他和肥猫的油又不一样了 他这个感觉还好红色的 你已经做点的 你已经干嘛 红色的 刚说到什么地方 然后我买的那个是什么牌呢 华鹰牌的鸭蛇 因为华鹰牌的鸭蛇 它是不打激素的 然后多少钱呢 66块钱一斤 62块钱一斤 一斤是多少根呢 50根到51根 10克一根 做完差不多也是9克到10克一根 因为虽然流失点水分 但是它那个酱啊 裹上去了 弥补了这个重量 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实话 成本呢 差不多就是1块62块钱 50根 1块2毛钱一根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油盐酱醋 你如果一做就三斤四斤呢 说的话根本就是几乎为零 1块2毛钱 15根的话 那就成本18块钱 到外面卖54块钱 你想想翻了三倍 是吧 再翻了三倍呢 就不是说是那个 你吃不吃的问题了 就在于啊 你敢吃吗 就比如说 15 15根或者16根的鸭蛇 那ır54块钱 你吃的时候啊 哼哼哼哼 你能想到何那 你能想到何那故那痘啊 哎呦 可以 可以 老で? 正在何但你那根啊 我翺哪 ש 那根啊 我退退退 对吧 我能吃 这又有点 有点得快了 但是呢 你自己大家做的话 1块2毛钱 They can than you can 吃就是你吃100根 一盆就能有多少钱,对不对?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顿饭吃个八根到十根最多了。 你说到这里,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吃得起吃不起的问题了。 就取决于你吃的时候呢,除了你的享受以外,你心会不会疼?不心疼。 就是这种材料一种吃。 大匿跟酒煮一番多了。 等会一下,避免吃点口。 剁一口哩,那么我觉得是什么? 鸡蛋。 大匙,小猪,小猪,小猪。 而且就是我敢我敢担保 外面的压舌绝对不会用这种好压舌做的 一是这种压舌大 而舌苔去的比较干净 舌头跟那个部分比较少 最主要是大知道吧 外面就是可能用的是八克左右的压舌做的 一是瘦小 二是它里面一些残余的部分多 可能会做出来影响它的味道 所以味道会做的非常浓 你网上也有一些压舌比较便宜 就比如说温州和出续 温州的什么出续藤桥 还有那种压舌 说是一斤是八十八到九十块钱左右 但你想想 他那压舌两个一袋 袋子的分量你算进去吧 他说五百克 那袋子的分量两百克 然后顺下其实你就是花九十块钱买那个三百克的压舌 这是零点六斤 零点六斤算到那个单架上羊毛出的羊身上 这里面花头很浓的 因为我很喜欢吃压舌 我经常在网上研究各种各样压舌的做法 还有那种包装包括它的利润什么的 还有里面 他会给你做很多 类似于那种放一些什么凝胶进去 有很多洞的 这个洞都算你重量的 其实本来压舌很 他是买的这种七克或者八克的很小的压舌 加上一点洞增加点放量 再加上那个真空包装 有的是一个一袋 那最恶心 现在后来现在很多都是两个一袋 其实那个袋子的重量 又厚又真空都很贵 说的话这些东西在自己家里 卤味的东西在自己家里做 算是很容易做的了 而且很容易做好 主要的就是一个食材 要买的那个新鲜 要买的质量要好 熟食店 熟食店也贵 但是如果有铁门想吃下去 我推荐里面一种价格比较适中的 一般是在他没有包装的 就是没有真空包装那种袋子 就比如说出续藤桥 他都会卖一种大袋的 大袋里面是一个大的真空包装 可能有些分量 但他里面的鸭舌都是裸的 但是你这个鸭舌买回来的 他是没有添加过油盐酱醋的 他就是直接盐卤一下 盐卤完了以后 你家里不能直接吃的 因为他可能有些细菌 你要回家蒸十分钟 蒸熟以后再自己调味 就是拿酱炒一下什么的 那种价格也是比较实惠 那种价格一斤在九十几块钱左右 去掉一些那个真空袋的话 就一个大真空袋和外包装 其实能得到的 就是续毛十重有九成以上 那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 但是你也别指望 他用的很好的鸭舌 小是小一点 但自己在家里蒸一下 然后呢 再裹点酱 非常好吃的 最近就是 其实很想给上海铁门 就是发点鸭舌什么的 因为我最近夏天经常吃 然后每次多做点给他们发发 当天下午做 第二天早上就能收到 像我 但是呢 上海半衣中间卡一下 对吧 就放了两天就不新鲜了 我最近就是苏州啊 还有那个杭州啊 都是当天下午发 十二个小时就到 第二天早上八九点就能拍这么到 很爽啊 然后买点冰袋什么的就行 招一下 招一下你也要买好的招炉的呀 你买不好的招炉的话 其实也是浪费东西啊 我下礼拜准备招 除了那个招鸭舌 招鸡翅 招猪手 然后呢 再看看 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招招 夏天吃招的东西比较有事 不过下礼拜温度也不高了 这个礼拜是温度特别高 下礼拜还是温度要降了 这两天呢 很很很很久没有烤过那个烧鸡了 我现在有四样东西啊 我每每天每个礼拜都要吃 吃了非常上瘾 我最近在研究那种很容易让人上瘾的一些小吃 第一个呢 榴莲披萨 榴莲披萨为什么会让人上瘾呢 首先啊 它甜啊 又独具风味 一旦习惯这种榴莲披萨的风味 榴莲可能有人不喜欢 觉得它有点臭味 但是做成榴莲披萨以后 用金枕或者是猫山王做了 做了以后呢 做了以后呢 它就完全不会有那种榴莲的骚臭味 而且榴莲就是做成披萨以后 它那个甜味会让你欲罢不能 比那个甜还甜 是一种非常好的那种甜味 那种在里头 吃了以后呢 应该我感觉我吃了它的甜甜度以后 我的身体就会奖励我多班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要吃那么一次 以前呢 我喜欢吃乐凯萨 还有那个达美乐的 一个呢 也要五十九六十九块钱 人毕生客现在都要六十九块钱一个了吧 吃不起 经常吃的话 一笔很大的开销 一个礼拜 你跟你老婆 每人吃两个的话 一个礼拜四个 一个礼拜都两百多块钱 一个月就要一千多块钱 我现在自己家家里做 每个礼拜都能吃上 每个礼拜差不多吃两个吧 一个很爽 热量高一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啤酒煮索 吃了非常有饮 因为它那个嚼劲啊 很难有别的东西 胶原蛋白 这种嚼劲啊 很难有别的东西去代替 第三个呢 我喜欢那个咖啡冰淇淋 咖啡冰淇淋 一个就是八喜冰淇淋 碍四个球 再加上一枪那个 一枪那个胶囊咖啡 然后本身咖啡 咖啡因就会上瘾 再加上它里面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呢 是混合着半固态的 那个冰淇淋 第二种是冰淇淋已经半融化在那个咖啡里的那种很浓稠的感觉 第三种呢 就有点像拿铁那种完全融化后的感觉 这种丰富的变化 再加上 本身那个香草冰淇淋又很甜很容易上瘾 然后再加上咖啡因的作用 也确实非常上瘾 还有什么呢 第四个呢 就抹几桃 我老婆那个 因为现在家里以前不方便做抹几桃嘛 抹几桃的关键就要在于你有鲜的那个 鲜鲜的那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摘的薄荷叶 薄荷叶有好几种 我不重不知道 什么柠檬薄荷 苹果薄荷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你的口感 选择不同的薄荷叶 薄荷叶拿出来以后呢 七片到八片薄荷叶 拿上一拍一拍一下 把里面的香味和汁水都那个 从那个细胞里拍出来 然后再碾碎一下 加上那个小青泥 再加上一点的低度数的凉母酒啊 或者是青梅汁 然后再加上一些糖 或者一些汤沥水 然后这个也非常有盈 因为它里面会捣碎了很多 那个玻璃的碎冰渣 碎冰渣加上那种酸爽的感觉 加上薄荷叶 以前古代人 就是长安十二时政看过 单嚼薄荷叶都会让人上瘾 因为它那种鲜的薄荷叶 就是很爽的那种感觉 铁门可以试试看 真的现摘薄荷叶的某鸡桃 这四样东西 我最近都吃了非常上瘾 给我提供了源源不不断的快乐 我最近每天都很快乐 也吃了榴莲披萨很快乐 每天来一杯某鸡做很快乐 一天隔一天来杯咖啡冰淇淋很快乐 然后吃鸭舌很快乐 然后吃自己家做的猪手也很快乐 当然可以通过食物给人带来快乐不长久 但是你这些东西都能自己家自己做的话 那就可以通过很低廉的代价获得这种快乐 而且是很时时刻刻的 就不管你生活境遇好不好 这些东西成本又不怎么涨的 这么多年来很多东西的成本都不怎么涨 比如说这个鸭货 我这两年之前我买了一斤的鸭货 当然你买别的牌子可能有四十块钱一斤 我买的是华音的去年好像就六十八一斤 今年反而才六十二一斤 是外面东西都在涨价 你发现吧 主要就是说别人的想赚的多一点 人人都想提高生活质量 那其实问题就是说你要赚的更多呀 在销量不变的情况下怎么赚的多 就提高单价 但其实它的成本并不会增降多少 结果我发现现在外面很多东西成本都不变的 三年五年基础没变过成本 甚至有些东西还降价的 所以自己家里做点吃点喝点 你跟着我自己家里吃点做点 就是说你不要很忙的情况下 强自己去做 就是在百无聊聊的情况下 偶尔去做一两样东西 你就会觉得做完做好了以后 会觉得非常高兴 感谢猫哥今天这么多飞机 然后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最近很成瘾的一些食品的 一些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今天晚上就播到这边了 大家拜拜 我觉得我该不会忘了 我看到你 如果不能盐 增加冰 她就不应该 那里 老乡 主持人 母 老乡 符 老乡 老乡